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很快就快农历新年了 我本身今天是想跟大家做一个运动的 不过我想想想觉得 其实在冬天或者在假期的时间 大家的运动动力都是大大减低的 我突然想起你们常常问我 如何才可以警惕自己去做运动 我如何才可以将运动融入我的生活习惯 如何才可以像你那样有恒心 所以我决定今天拍一集去分享给大家听 我平时有什么秘诀和方法去做运动 第一个方法就是 整天在家都会穿着瑜伽衣 或者是运动衣 方便做运动的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在生孩子之前 我真的有很多自己的时间 我可以出去做好运动 我也可以约朋友行山 我也可以去健身房 自己跑黑步 但是生孩子之后 我相信各位妈妈都会很有同感 就是完全没有时间出去 或者根本不舍得出去 尤其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间 很多gym room 所有东西都关掉的时候 你只可以留在家 留在家 你如果穿着睡衣 或者睡衣裙 或者是没什么动力的衣服 你通常会坐在沙发上 一堆东西看电视 看Netflix 然后玩电话 然后吃东西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肥了 但是我发现 如果你在家 可以穿着一套瑜伽衣 是真的会有一个警惕的作用 首先 你会看到自己的腰间 可能 为什么会多了肉 或者是你穿着瑜伽衣 不如我动两下 其实运动 也只是运动我们的身体 这么简单 所以你只要穿了一套瑜伽衣 你就会把你运动的动力 大大地提升 到第二个我的秘诀 就是 在家里摊开瑜伽 其实如果在家里 你会觉得 不是很方便做运动 不知道 算了 等一会 你通常拖就拖 然后就会觉得 不要紧 下次再做 那你就发觉 你永远都没有实行过 但是 我发现 如果在家里 例如在厅中间的位置 或者一个很狹窄的位置 总之 有刚好一张尖的位置 你就会放一张尖下去 然后 你就会在尖上做运动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方法 就是我每次 可能找孩子 做东西 突然间看到瑜伽尖 我就会过去做手掌 做平板支撑 或者我会突然间过去跳两下 不是这样有用 但是 起码你真的愿意去运动一下 而且你会想起要做运动的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 只要放一张尖 就是在这里提醒自己 这是一个很努力的方法 对于我来说 到第三个方法 就是 关注多些运动的频道 例如 就是要订阅我 和按我小铃 那我一出片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那有什么帮助 因为 当你的电话 越来越多运动的频道 或者是 你越来越关注多些 这些资讯的时候 这个东西 就会自动的进入 你的mindset 那你就可以慢慢接触得 越来越多运动的影片 那你就会有更大的动力 那这个呢 我觉得 自己来说 都是非常之有用的方法 那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到第四个point 那就是 在家里 当眼的位置 大家可以放一块全身镜 看看自己的身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 忘记了自己的身材 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常常躺在这里 又不会照镜的话 那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 检视自己身形的时间 所以当有镜子在这里的时候 你左照照 右照照 嗯 觉得这里好像多了一点肉 啊 觉得这里好像不够firm 那你对自己的要求 就会越来越高了 那当你对自己有不满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动力去做运动了 到之后一个方法呢 就是在你的电话里面的wallpaper 设置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 身形的女生的照片 那你就会以她的目标 每一天开着电话的时候 都会看到那张照片 哇 很棒啊 你这个身材 我都很想有一天变成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乖乖地去做运动了 那这个方法呢 是万事万灵的 那还有呢 是慢慢给一个很大的警惕自己 我可以跟大家说 大家还可以定时定后 换一换那张照片 然后呢 你就会有些新的变化 那你就会有更大的动力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嗯 设置一个目标给自己 看着这张照片 越看你就会越像她的了 到第六个方法了 那首先呢 嗯 我觉得你要影响了你身边最亲的人 无论是你的老公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 那当你呢 到了他们进去这个运动 或者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你们呢 就可以一起去行山 你们可以一起在家里 开着瑜伽箭一起做运动 每当呢 我看到我老公呢 开着我的影片 在做APP的时候 那我都会觉得 哎呀不要输事了 我也和他一起做 然后呢 我又本身没想着做运动 到我就真的会和他一起去完成我的影片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每一次做完呢 我都是没有后悔的 我是觉得 嗯 幸好有我老公提醒我要做运动 那然后呢 之后这个方法呢 就是 你可以做运动的时候呢 跟你朋友zoom 是的 那我其实呢 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方法呢 那因为现在呢 大家都有社交的距离 那通常要留在家里 那甚至乎有时 连朋友呢 都不是说经常见 那现在时代这么发达 有zoom啊 那大家其实是可以开着iPad 接着开着zoom 开着你本身跟着的影片 然后跟你朋友 一人一格 那大家呢 就可以督促着对方 那说 喂 好了 我都受不了了 因为通常呢 如果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呢 有一个比较 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做得更加好 和更加投入 和更加容易养成兴趣 或者更加容易觉得 这件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到下一点呢 那就是 我会建议你们 一个月拍一次照 是什么照片呢 没有东西的 你站直啦 之后呢 你可以穿同一套衣服啊 或者同一个松紧度的衣服 然后呢 每一次呢 用这个姿势 对了 拍一张照片 前面 側面 后面 这样 360度拍一次 然后每一个月呢 你记得 订阅一下 提醒自己 那如果你发觉自己的身体 开始有些变化的时候呢 这个绝对是令到你的 运动动力呢 大大提升的 那大家记住了 就真的不要只看个榜 用拍照的方法去记录 然后你看一看照片 其实呢 你就一目了然的了 那我问一下大家 究竟你想看下瘦了 但是看重重了 还是看重轻了 但是看下没有变化呢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目测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我们呢 我们呢 常常穿的衣服 例如本身是大马 变中马 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好 接着这个方法呢 就是 我自己呢 就是有喝Celsius Celsius呢 其实是一个运动饮品 每次呢 每次呢 我做运动前呢 我都会忍他 所以呢 我自己呢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形成了一个习惯 感觉 我每次喝完之下 如果我不做运动 好虧的 因为如果我不做运动的话 这个饮品是没有效果的 做了运动的时候 然后呢 这罐饮品就是负卡路里了 因为它是可以帮你 所以呢 每一天呢 我都会喝 一个Celsius 我就会和自己说 好 我现在开始做运动 做半个小时 那然后呢 你就会觉得很满足的了 因为做完之后 你会觉得 嗯 你做完的运动呢 是Double这样计的 去到最后一个方法呢 其实也是关门电视机的 因为我发觉 大家呢 现在呢 在家里对得最多的 可能是电话 或者是电视 那在电视上究竟怎么做呢 那其实呢 电视现在应该 大家都有铺上youtube的频道 那其实 在youtube那里 大家可以打开它 然后呢 你 你 按一个运动影片 不停播 然后 自己呢 就去了下一段 自己去了下一段 你会发觉呢 有时候呢 你可能在家里做了其他东西 然后看到 唉 我还是跟着做一会儿了 然后你就会发觉 你自己呢 是比较容易 有那个动力 去跟着一起做运动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警惕自己 啊 好了 我是时候要做运动了 我是时候要做运动了 例如你每一天 可能打开电视机 一个小时 就是播那些运动的影片 那你自自然也 都会跟着一起做的 是很神奇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此为止了 那我希望呢 下一集 就是新年过后 我会发布新的影片 新年给我放一个礼拜 OK 那之后呢 我就会继续和大家做运动的了 放心 那我在这里呢 祝大家 农历年 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就是我们新一年再见 现在呢 我就先休息一个星期 然后下一个星期 我就会跟大家一起做运动 好不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